6月3号晚上7点 北京电视台播出李鹏执行戒严 驱散暴动的谈话 要求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 扬言部队将使用一切手段 突破障碍 10点 共军在天安门西方数公里 发射采取镇压行动以来的第一枪 造成部分群众死伤 随后在11点 中共人民解放军下达正式攻击令 战车不顾民众执拧而过 并开火向手无寸铁的群众 害学生扫射 顿时杀身震天 伤亡人数迅速增加 愤怒的群众则以石块棍棒反击 部分士兵被包围痛殴 另外有两部装甲运兵车 从天安门广场两侧冲上广场 压死市民 激起民众愤慨 他们以铁条插进履带 使装甲车无法前进 并投掷汽油弹烧车 6名将士有的被烧死 有的则被群众活活打死 6月4号凌晨1点 共军从新化门往前推进 并以冲锋枪驱逐民众 有上百人被射杀 民众不断高喊 放下武器 并展开抵抗 救护车来往穿梭不断 死伤民众迅速增加 凌晨2点 北京公安人员 接管记者聚集的北京饭店 设立三道检查关卡 没收所有的胶卷 录音带及录影带 并限制记者行动 不准到阳台张望 中共部队 则兵分三路 往天安门广场推进 看到民众就立刻开枪射击 凌晨2点半 天安门民主之神像倒下 部队一字排开 以冲锋枪扫射学生 情况惨烈 一场血腥屠杀就此展开 2点45 中共当局在电视上颠倒黑白 宣布北京发生了 严重的反革命叛变 而就在同时 战首天安门的共军 正以火焰喷射器放火烧数 并以上了刺刀的步枪攻击群众 另外还有70辆装甲车 100多辆军用卡车 和上万名的步兵 正向天安门逼近 黎明时分 戒严部队宣布接管天安门 学生在度过最黑暗的一夜后 受牵手寒泪撤退 但是仍有人被追赶的共军枪杀 被战车压死 5点半 工程车清除路障后 约有250辆军用卡车驶入广场 部分部队四人一列 坐在广场边的长安大街上 群众一接近就开枪射击 4号上午 共军禁守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学校 4号深夜 10辆战车 17辆装甲车 沿长安大街前进 到使馆去后 折返广场 沿途不时开枪 展示威力 今天凌晨 大批愤怒的民众 再度到街头设置路障 阻挡共军 冲突再起